9月18日Webots有關市場的第17點 提及聯邦儲備局和銀行家將會製造更多醜聞 去轉移人民的視線 事實上,銀行家過去亦多次用這種方式 轉移人民視線 例如,陳任法國財政部長 於2007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卡恩 他在2011年5月 於美國紐約捐入一宗性侵案 因而辭去IMF總裁一職 亦因此錯失參加法國總統選舉 事實上,當時大多數法國人 亦認為卡恩是被政治對手陷害 其後,由於受害人口供可疑 因此檢控官決定撤銷起訴 到2011年10月 卡恩再次捐入醜聞 被懷疑參與賣淫集團 被法國警方拘捕 事件歷時3年後 於2015年6月 他才被判無罪 可惜的是,這幾年間 因着這些控罪 他已經失去了IMF總裁一職 錯過各族法國總統大選的機會 並且婚姻亦於2013年 宣布破裂而離婚 Redbox預測 當經濟陷入崩潰的時候 銀行家會以各種轟動的醜聞 轉移人民視線 甚至剷除異己 因此,類似卡恩的事件 也將會陸續發生